这很漂亮的照片 太棒了 打到小豆爸爸了 小豆爸爸认输吧 大头儿子 你上当了 大头儿子 小豆爸爸 看我拿回什么来了 维基爸爸 是好吃的吗 喂 妈妈 这是什么 可以叠纸飞机吗 当然不行 这是我在回家的路上 人家给我发的优惠券 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影楼 我们一起去拍张照片 为什么 我没有照相机还有手机 干嘛要去影楼拍照片去 你懂什么 影楼拍照片会给你画上精美的妆 拍得可漂亮 可是你化妆还行 我和大头儿子去化妆 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要回去 妈妈 我不要化妆 你们不去 我可就自己去 到时候你们可不要后悔 小豆爸爸 我让你帮我取的照片 我没有找到你的照片 是不是影楼搞错了 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没仔细找 小豆爸爸 大头儿子 快出来看 我的照片拿回来了 我的照片拿回来了 怎么样 你们俩有没有觉得很好看 回去妈妈 这个漂亮的姐姐是谁 谢谢大头儿子对妈妈的夸奖 恭喜妈妈 大头儿子的意思是 这张照片根本不是你 对 那天我和小豆爸爸去看的就是这张照片 你是不是拿错了 怎么可能 这就是我 只不过是化妆化得漂亮了一点 年轻了一点 你们就不认识我了吗 可是眼睛那么大 嘴巴那么小 根本就不是文青妈妈你 这才是艺术照 懂吗 就是把人照得漂亮一些 你们都不懂欣赏艺术 大头 这照片上的漂亮姐姐是谁 大头哥哥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漂亮姐姐 不是 那是围裙妈妈 可是照片根本没去办法一点也不像 大头儿子 我来接棉花糖回家 他人呢 在这呢 云朵 毛叔 快进来坐 就不进去了 还要带着棉花糖去爷爷奶奶家呢 小孩子都不懂艺术 云朵一定懂我的 云朵 你看 这是几天前我去照的艺术照 回去妈妈 这是你吗 怎么都看不出来 我看看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大头儿子 你输了 说吧 要什么出发 说 小头爸爸 围裙妈妈一直闷闷不落的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是啊 围裙妈妈因为照片的事一直不太开心 那张照片的确不像围裙妈妈 还是平时的围裙妈妈最好看 有了 明明挺好看的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像我呢 围裙妈妈 围裙妈妈 不要伤心了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拍照了 明天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围裙妈妈 明天让我这个专业摄影师给你拍照 保准你美丽动人 你这个艺术照好看千倍万倍的 怎么样 不 我来给围裙妈妈拍照 好 就让我的大头儿子给我拍 大头儿子 你看这张太可爱了 小多爸爸 你这张像猴子 大头儿子 咱们得想办法让围裙妈妈高兴才是 你听听 小多爸爸 你快来看看 我给围裙妈妈拍的这张照片漂亮极了 是吗 让我看看 给我看看 果然这才是我们的围裙妈妈 真的是好好看 那当然 要看 摄影师是谁了 不用错的快递 还没来 要是再不来的话 围裙妈妈又要出发了 应该快到了 希望能赶得上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你们俩站在门口看什么 我是脖子疼 来活动活动脖子 对 我也脖子疼 好 你们就继续活动脖子 我去小区广场参加我爱社区的公益宣传了 围裙妈妈再见 再见 小头爸爸 刚才为什么不告诉围裙妈妈我们要送给她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当然是要给妈妈一个惊喜了 围裙妈妈参加环保公益宣传活动已经一个星期了 好辛苦 咱们要给她一个很清晰 你说对不对 就是 这么热的天 不过马上围裙妈妈就能舒服一点了 是吧 小头爸爸 我们都快进来了 这是你们的 这是你们的 包裹来了 我拆 我拆 我来拆 我来拆包裹 小头爸爸 这可是我精进给围裙妈妈挑选的样式 你知不知道 应该我来拆 因为颜色是我选的 颜色比样式更重要 要不 要不一起拆 好吧 好吧 这是什么 不对 不像是我们买的东西 快打开看看 我们买的东西是不是装在瓶子里了 好奇怪的包装 先打开看看再说 来 挺紧的 大黑虫子 是大黑虫子 小头爸爸 是蚯蚓 什么情况 大头儿子 我们买的东西怎么会变成蚯蚓了 怎么回事 这是毛茸茸订的快递 看来快递员太马虎 把毛茸茸订的快递送给咱们了 原来这是毛茸茸订的快递 小头爸爸 那咱们快点把这些蚯蚓还给毛茸茸吧 这可是个大工程 咱们赶紧抓蚯蚓吧 蚯蚓别跑 你们来错地方了 你看这个 你不太吸引了 光是黑虫子 你不太吸引了 我来换了 你不太吸引了 你不太吸引了 我已经到了 去给毛茸茸送过去吧 大头 毛茸茸 我们给你送快递来了 这是你订的蚯蚓吧 你看看 这个是 怎么是顶帽子 快递也都错了 把我们订的帽子送到了你这 把你的蚯蚓送到了我们家了 原来是这样 那咱们换吧 毛茸茸 刚才我和小豆爸爸不小心让蚯蚓逃跑了 有几只蚯蚓钻到了我家的花园里面 不过剩下的都被我们给抓回来了 没关系 蚯蚓是给花园翻土的 只要花长得健康漂亮 在神像的院子里都是一样的 你不愧是花仙子 请大家关注环保 爱护我们的社区 蚓蚓妈妈辛苦了 戴着这个帽子起码就不会太晒了吧 真的是凉快多了 谢谢我亲爱的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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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